欢迎收看妙娱乐 肖战粉丝玩耿初心活 全国各地任领宗教门派 刮起一股武侠风 论玩耿宣发还得是肖战的粉丝啊 从官宣肖战主演的大电影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定档之后 有关射雕剧宣话题 就层出不穷好耿接连不断 各大平台都是刁名声不断 各大文旅也参与其中 看的人是热血沸腾啊 难怪官媒定义说 武侠是中国人印在骨子里的文化密码 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近几日更是有一张金庸武侠宗教门派分布图 刷遍各大网络平台 网友们是认认真真地把分布图放大 再放大地看呀 都想看看自己所在区域 到底属于哪个门派 好家伙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可是长了知识了 真实情况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河南 湖北 陕西的网友 看着分布图说 看来还得是我们啊 绝对是名门正派的存在 少林 武当 全真教可不是横扫天下吗 贵州的网友说 武毒教也绝对让你心惊胆战好不 新疆的网友毫不落后的说 别看咱这儿不包有 昆仑派 天山派 光明顶 红花卉 哪个不让你瑟瑟发抖 东北的网友可是不开心了 我们到底是哪门哪派呢 有回复说 你们就是郭大侠抵御的那一派 辽宁网友说 我们最起码还有个神龙教 内蒙古网友自豪的说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派别 但是我们内蒙古是能让郭靖上阵抵御的 大家玩梗 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啊 中华文化果然博大精深 金庸先生果然是大宗师啊 在他的笔下 辽原的疆土有了更加生动的权势 中国的功夫有了具象化的血肉神经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已必冤 在金庸先生浪漫的文字里 凝结了多少江湖人的爱恨情仇 感觉此次 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电影的即将播出 使得中国功夫题材立刻就热了起来 真的不敢想象该部电影上映之后 将在全球掀起怎样的一股功夫热 真的从心底里希望这部凝结了 众多人心血的射雕英雄 撰侠之大者 够再次开启我们中国武侠片的盛世华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